它會讓你很有力氣的繼續走下去 那我覺得這部電影我在這裡等你看完 讓我有這樣的感覺 那它有點溫暖 然後有一點曖昧 那希望待會在這邊看完的觀眾 然後也都可以有這樣的感覺 是 對 因為今天是星期五嘛 是 然後大家 沒有 大家可能工作了一個星期一就比較累 是 然後我希望這個電影可以帶給你們一種 溫暖 開心 也謝謝你們可以有一個很享受的一個晚上吧 對 就是讓一週的壓力 就是有一些釋放 對 好 雖然說你們還沒有看 但 他說 要你們問問題 想問我們一個 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 欸 來 你需要賣嗎 你需要賣嗎 聽到嗎 聽得到 聽得到 不好意思 因為幾次已經看過一次 但是有個問題 我盡量不劇透 詳細的問題 好專業 好專業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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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 你們第一次相遇的時候 劉聖謙在阿翔 就是天羽在阿翔家裡面嘛 那一幕是比較清涼一點 但是 天羽是應該是比較 怎麼說 就是說怎麼會 有這麼花糙的褲子 那個時候是不是是阿翔的褲子 還是她自己的褲子 她本身悶燒一點 怎麼樣 我不知道 是不是 這個太私密了 我可能不能告訴你 所以你覺得我很 很斯文的外在 內在結果是藏著一種比較 悶燒 因為很熟悉 那一幕就看到 蛤 為什麼天羽會穿這種 廣實的內褲 OK 那這個你可以講 因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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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講 因為這個是阿翔的家裡面 我 其實內在都已經 可能內褲 我的內褲都有點髒髒的 或者什麼 然後 她也幫 心裡面 我一直在看她的表情 她剛剛這樣 笑到出來 對 那其實是阿翔的 對 我這樣講 因為我怕講太多 大家就有太多想像 待會 你就是講一丟丟 對 就說那是阿翔的 所以待會還沒有看過的人 看到那一幕就 蛤 那是阿翔的 就知道 再一題 再一題 好 1 有 等一下 我們要不要數一下 因為其實 好 我們來數一下 1 2 3 也是她 大聲一點可以嗎 因為知道 File Out訓是 第二次演 BL 的清潔 我想要問說 這次在合作上 有沒有什麼 比較有趣的事情發生 就是 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是 好 因為之前的 的BL 其實是 就是排球 然後是高中時候 我覺得那是一個 不一樣的狀態 那 在這一次我覺得跟俊謙一起合作 我覺得有更多的是 我們一起去冒險 我們一起去旅行 然後我們去了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兩個人之間的曖昧 兩個人之間相處的過程 是 是慢慢堆疊出來的 而且 其實這個曖昧 好像不一定被定義成 一定是什麼樣的形式 所以 我覺得它很開放的 讓觀眾去想像 那個曖昧是什麼 你感覺到的曖昧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也是 我在這裡等你這部電影 我自己很喜歡的是 就是它把兩個人之間曖昧的過程拉長了 然後讓大家好好的去感受 中間發生的喜怒哀樂 是 謝謝 不客氣 不客氣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我們要來大合照 我們要來個大合照 然後 我們 等一下我們會請演員坐這兩個位子 然後 因為 大家也還沒有看過 對 但我想要先請了 就是 因為今天是 上映 第一天上映 所以 所以 所以就 哈哈哈哈 所以希望大家看完了 都還是可以分享給自己的好朋友 自己的家人 或是 你喜歡的朋友 就是 把你的那份感動 或是開心 一起分享給他們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 我在這裡等你這部電影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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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機會不多喔 好 謝謝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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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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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